腾讯体育7月26日去作为签约连连失败的替代方案,巴萨截胡马尔科姆,无疑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。 西班牙媒体《每日体育报》专栏详细分析了马尔科姆的个人能力,以及此次撞会对于巴萨的利弊,一位重要的得分手《每日体育报》指出,马尔科姆的类型虽然不同于威廉,但却符合所有教练都需要的球员类型,一位能力不平衡的重要得分手,从格列兹兰的威廉,再到最后的马尔科姆。 这些不断被洗牌的名字背后,暗示着巴萨传统的4-3-3阵型有了更多可能,加上队伍里已经有了登贝莱和护蒂尼奥,马尔科姆这位巴西前锋的到来将会给巴尔维德提供更多的代配方式。 西梅还指出,巴萨会试图通过马尔科姆的加盟,寻求破解对手严密防守的方法。 对于马尔科姆的能力,他最近的教练波耶特曾评价道,马尔科姆是与众不同的,他有能力带领波尔多取的胜利,而这一点已经在很多场把甲连赛中证明了,马尔科姆能够灵活运球。 尤其体现在当他加速起跑时,球看起来就像连在了他的脚上,从某种意义上讲,马尔科姆比雷雷更加极端,后者更适合巴尔维德,通常提出的4-4-2阵型。 因此,更准确来讲,马尔科姆应该与尤文图斯边缝到格拉斯科斯塔进行比较,而不是威廉。 无疑,巴萨的新员将大大增强西甲豪门的实力,除了运球能力之外,马尔科姆的射门能力也十分突出,通常马尔科姆的射门力量比较大,球速非常快,守门员很难准确预判铺球位置。 卫之术虽然拥有着不可否认的进攻能力,但对位巴西新员的导篮,也可能给整个球队的联防带来更大困难。 一方面,马尔科姆可能不会迅速适应巴萨的体系,另一方面,马尔科姆习惯带球那些,而内部空间通常情况下,都是梅西和苏亚雷斯占据的。 比如在上一赛季,梅西在场上就经常让登贝莱拉开空间,除此之外,马尔科姆的加入,并不能解决困扰巴斯大多年的问题,在整个湖蓝军团里,缺少那种能凌门一击的球员。 苏亚雷斯曾经是那个球员,但最近的一些时间里,他不能在场上做太多事情。 最后,西梅还指出,马尔科姆的加盲会使得登贝莱,陷入到一个更加复杂的情况里。 如果马尔科姆首发,那么登贝莱很有可能没法登场,可是倘若登贝莱取代马尔科姆上场,那么巴萨已超过4000万的价格,购入这位巴西新员也太不值了。 巴萨菲丹也则声明,本文来自腾讯新闻客户端自媒体,不代表腾讯网的供典和立场。